再见 再见 你怎么那么容易 语言语 哦 租的那房子 还有五厅就到期了 哦 是不是需要续租 我得先问问客人 对对 师傅 去光明路南村小区 灯灯提醒房子到期的事 我这才想起 丁月音来古城 已整整一年了 我 planes前车 里面 还有 并次 大 二 还有 那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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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先生 你这屋子也太热了 装个空调会好多了 你有什么困难 你不要客气了 丁先生 还好啊 其实夏天真正热的没几天 挺一挺就过来 来 你请租 刚刚房东打电话来说 这房子还需不需要租 你的攒住证也过期了 所以我过来看看 租 你带个压房 这个人心事太多 脑子太复杂了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越是头脑简单的人 越需要点缀和填充 而头脑复杂的人 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 我这都准备好了 一年的房租 带水电满押金 一共是七千二百五千 一点价 我看这样吧 我先帮你交一个月的房租 我再去看看 同样的房价 有没有比这个合适的 如果有就搬走 如果没有也不妨碍什么 毕竟你现在还有地方住着 不 这太麻烦了 谈不上麻烦 你搬家又不是多复杂的事情 这事我就斟酌去办 只是万一没有办成 你也别介意 哪里哪里 谢谢你 能见识一下你的音响吗 刚刚在门口就听见了 可以啊 但我不知道你喜欢听什么 抒琴的吧 好 你推荐一手 哎 可以抽烟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会抽烟 桌上有 你请 你刚才惊讶了一下 是 还不习惯 不是 是看不惯 你的眼神 比你诚实 好 好 是 是 你 啊 太好了 這叫什麼曲子 我能接走聽聽嗎 可以啊 叫 天國的女兒 這套音響很貴吧 還可以吧 還可以是什麼概念 你寄完了 沒別的事了我回去了 房租和展入正半號以後我給你送過來好 謝謝 謝謝媽媽不客氣再見 來 從冰原音處回到家後 我打開了電腦 開始了每一天的筆修課 就是用中德兩國文字寫一篇五百字以上的日記 只有一種情況可以讓我逃避這種必修課 那就是在外執行任務 然而 今天讓我久久不能忘懷的 是那個好像來自天國的聲音 它給人心動的希望和無界的遐想 音樂從天上流淌下來 美妙 虛幻 純淨 像置身於傳統中的遙遠的天國 我的心再一次感嘆 人 原來還可以這樣活著 我 這不是我聽過的那個天國 這不是我聽過的 我聽過的 耳當然是 那是 完全是 我聽過的 看起來 是 真是 吻 擋 你 是 點 我要买一套音响 当一个人决定 购买一套音响的时候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就是一种标志 首先标志着生存能力 其次标志着生活品位 几万元买一套音响 那该是什么阶层 才可以享有的消费 这对于我 无疑是一种奢侈 最终 我的房线 还是在心理需求的公式下 崩溃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 我拿着那张天国的女儿 跑遍了古城所有的音像店 对工作心不在焉 帮丁元英找房子的事 更是被抛到了脑后 不是他 嗯 不是他 这也是我们店里的真面质吧 你说的哪里不好 是低音下检不好 还是环绕力中不好 我是在一个朋友家 听过一套音响的声音 虽然我不懂音响 但是那种声音我记得住 不会错的 随着我出入这些音响店 音响知识 一天天的见证 燕燃已经是半个发烧友了 那些日子 古城音响圈的人都知道 一个开警车的女士 要买一套在古城 根本买不到的音响 从仅四年来 我第一次犯错 而这个错 居然仅仅是因为 要购买一套音响 中文字幕 看起来 中文字幕 看起来 中文字幕 张淼 正面响 中文字幕 听你 中文字幕 听你 这套一台前级两台后级的配置 是我这最好的 你要是稍微懂点音响知识 就知道我说的都是实在话 这不是我听过的那种声音 我说不上来 但是能感觉到 古城经营黑飞音响的 赌我一家 其他都是做AV的 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你没听错吧 这确实不是我听过那种声音 我再找找吧 在古城啊 找不着你要的那种声音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谢谢你了 早好啊 约小姐 下面 再来谈一下瑞晓丹的问题 这个瑞晓丹 作为一名刑警 上班的时间开着警车逛音响商店 一逛就是一个多星期 你还想不想干 你把刑警队当成了什么地方 据当委经过研究决定 给予瑞晓丹同志停职检查 通报批评的处理 下面 让瑞晓丹 就这个问题 谈谈想法吧 区长 局长 局长刚才讲到了问题的实质 逻辑推理严谨分析透彻 我完全赞同局长的工作部署 这小单留下三位 局长 我可以走了吗 不可思议 老板 我又来了 来来来来 坐坐坐 请坐 没事 你们坐你们来 我就知道 等你转变了古城所有的音响店呢 你还得到我这儿来 古城行影嗨嗨音响的 多我这一家 你要的那种音质 一般的家庭影院的音响 一本就达不到 我建议你啊 还是选择用月圣旗舰音响 用斯雷克前后级工放 用斯林达签名版CD机 这是权威人士和发烧友公认的 万元级音响的最佳配置 这个月圣公司啊 是国内最权威的黑黑音响品牌 月圣旗舰是月圣公司的代表作 这款音响是三千九百元 但是它的音质绝对超过任何一款 万元价位的欧美音响 这是音响间不争的事实 柳小姐 你好 丁先生 不好意思打扰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请的音响店的老板 来看看你的音响 好 我想招着买一套 你不介意吧 来 来 那 随便看 请坐 往后的比较热 叶小明进门 就被眼前这套音响迎面撞呆了 已经顾不上掩饰自己惊诧的表情了 他像朝拜一样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入审地观察每一个细节 这才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好 来 请 丁先生 可以打开听听吗 可以啊 想听你的 好 那就听第一首吧 好 好 来 先坐 一起流浪者之歌千回百转 充满了整个空间 我感觉灵魂再一次被电流击中 这正是我苦苦寻找的那种声音 那么真切 动人 又是那么纯净 柔润 坚实 宽阔 哦 这些声音 你不见得不错 嗯 嗯 你不见得不错 你不会不知道 你不见得不错 你不见得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看清楚了 丁先生您就告辞了 谢谢了 丁先生 我叫叶晓明 雅峰发烧音响黄 离这不算太远 有时间您过去玩去 好好好 哎另外您那个木特的小提琴 能否让我听几天 可以 我很快给您还回来 好 好 谢谢谢谢 那我们就告辞了 好 哎 再见再见 再见 好 对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的心情很复杂 既有东道主对客人关照不够的歉疚 又有一股窝在心里的灵魂 我真的快运过去了 丁先生 那天是我不礼貌 请你原谅 这些天我一直在忙音响的事情 房子还没有顾得上找 对不起 没关系 我这样挺好 我定了一套 用月圣旗舰套件和斯雷克公放配置的音响 是临摹你这套的思路 你看这个配置行吗 月圣是中国Hifi音响的第一品牌 它的旗舰单元素质就更高了 斯雷克也是一个很权威的品牌 在发烧友当中有劳斯莱斯一提 我在杂志上从没见过 发烧友的劳斯莱斯这一说法 倒是经常看到穷人的劳斯莱斯这一提法 丁先生不必规避什么 你越绕圈子就越提醒我是穷人 除了音箱 我还想找你这台机柜的款式做个机柜 这些都少不了来打扰你 如果不介意的话 哪天我带他们过来看看 可以啊 我这还有当时的图纸和数据 都在我的电脑里 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个参考 这些你还留着 那太好了 就这点是好 我先把张盘送到音响店去哦好 益先生 哎这位小姐 哎呀丁一点人哈哈哈 哎呀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你不坐了 这瓷牌你行可以看一看 有问题可以问丁先生啊 哎呀 谢谢丁先生啊 以后免不了还会去打扰您 来本来我是想晚上给您还账片去的 哦 您既然来了就给带回去吧 好啊 直接来来来唱片啊 这张唱片可真好啊 还可以 还可以 那就是不怎么可以了 没有别的事 我们先走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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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唱片是你的 可这曲子可演奏可不是你 你谦虚什么呀 木特是卡拉扬的得意弟子 你知道不知道 你说 你说这张唱片哪儿不好了 是撒了撒的的曲子写得不好 还是木特的小弟琴拉得不好 你这不是较劲吗 您不知道他可喜欢木特了 木特拉的流浪者之歌 他听着都流泪了 还专门到北京去看他演出呢 你们走吧 别管他 这发烧友就这臭德行 你别说话 你别走 你别走 别走 别走 你这个人啊 不要说半句留半句的 你这不是诚心让我睡不着觉吗 好不好 你今天得说清楚了 你要说不清楚你就走 别怪我看不起你 你说我们俩谁诚心 那你有理说理呀 我个人认为 木特的流浪者之歌 还不足以灌一个好字 为什么 你看啊 同样一首曲子 我们以木特和弗雷德里曼的小提琴 来做比较 木特诠释的是 悲伤 悲凉 悲泣 弗雷德里曼他诠释的是 悲愤 悲壮 悲怂 不一样 木特他多了一些宫廷贵妇的哀怨 少了一些吉普赛人流浪不去的精神 海菲茨当然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 但是就这首曲子来说 我觉得他的诠释也不一定是最高境界 可能是因为他注意技巧上的严谨 反而染上了一丝酱气 少了一点虔诚 所以就这三个人演奏的同一首曲子来比较 我觉得木特是心道守不道 海菲茨是守道心不道 只有弗雷德里曼 那是叫守道心道 你刚才说木特是缺了点东西 可怎么又说他是心道守没道呢 心是什么 心是愿望 神是静静 那是文化乐语和天赋的秘密 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木特太想演奏好了 但是他的性格底色是上帝给他涂上去的 只要他不能超越上帝 那他这个性格底色的纸粉器就抹不去 木特的手 是一双女人的手 真浮沫 我我一定把这几个版本都买来 好好听听 好好好 那我们告辞了 好好好 这位大哥 还有事吗 那个 今天能认识你 我觉得咱们是有缘 我姓冯叫冯士杰 今天晚上 我想请你吃顿饭 无论如何 给个面子吧 你要是忙啊 你先去忙 我就在这等你 对不起 我们现在就是去吃饭了 丁先生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咱们一起吃吧 我不介意 我这店呢 我离不开 我就不去了 从这一天起 我就和丁元英 还有古城的这几个发烧油 打上了解不开的解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这是续意的 而且不是一个人的主意 是冲着丁元英来的 令我不得其解的是 冲着他上 这边请吧 冲先生请吧 来 请进吧 请我请进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丁元英丁先生 这位是冯士杰 这位是欧阳雪哲的老板 这位是我同事刘江 是古城公安局宣传干事 来来来 坐下聊吧 坐吧 丁先生 这边请 谢谢 客气 你是不喝酒 那我就以茶代酒了 丁先生 我先敬你一杯 喝了这一杯 有什么不愉快都过去了 丁先生 您看您来古城都一年了 我也没去看看您 失礼了 我敬您一杯 全堂人道歉了 我这人不会说话呢 我也敬你一杯啊 都在酒里了 丁先生啊 我们三人也敬你一杯 我先来好 谢谢 丁先生 我也敬你一杯 谢谢 谢谢 丁先生 哈哈哈 哎 那你也不擦我那一杯 我先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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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咱们早就认识 那天阳光幼儿园解救人质 我是当时现场报到的摄像 那个时候 就见你化妆从幼儿园叫尸进去了 不一会就听啵啵两声枪去 哎 也不知道是他把你打死了 还是你把他打死了 现在说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可当时的情况是真紧张啊 可惜后来播出的时候 给你加了马赛克 但是呢 就是你 哈哈哈 我知道你 我们保身的那个剧者徐海涛 他采访过你呢 结果呀 碰了一鼻子灰 他还骂他 老板 原来那人是你啊 我没担这个了 吃吧 有吗 咱们天天见面 其实说话定不多 我一直觉得 你是个谜 这可不是酸啊 是真不懂 我就不明白 你既然有德国拘留 为什么不在德国发展 刑警队可不是烂于充数的地方 干这一行有什么好 一穷二苦三危险 你们听听 这哪像公安局宣传干什么 轮番清酒 六两下毒 他已经喝多了 醉倒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真是酒 喝得有点沉闷 咱们也附庸风假一回 饮酒作诗 祝着酒性 说不上来可就罚酒一杯 其实诗不诗来也无所谓 什么歪诗打油诗顺可溜都行 这招真禁止也够损的 丁元英是个商人 况且已经醉了八分 这仇是出定了 连逢世杰都看明白了 东家不让丁元英和好 是不会罢休的 今天是大家抬举我 我呢 每人再回敬一杯 表示感谢 只是喝完这六杯 就让我走 别让我在这儿倒下 好歹留块布片 让我遮着修 那怎么行啊丁先生 您这一走 这酒还怎么喝呀 扫了大家的兴 那就现丑了 自嘲 本是后山人 偶坐前堂客 醉武经格半卷书 坐井说天 拿纸 拿笔位 大智系功名 海斗凉 浩子 活生生一副 穷酸书生的新态度 意境很高 武学的脸上 一阵阵发热 大有无地自容质感 一种尴尬的气氛 在空气中悄悄蔓延 丁先生 实际势力 有缘相见 告辞 是 是 快 是 是 您好 丁先生 不好意思打扰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请的音响店的老板 来看看你的音响 我想招着买一套 你不介意吧 来 随便看 请坐 往后都比较热 叶小明进门 就被眼前这套音响迎面撞呆了 已经顾不上掩饰自己 惊诧的表情了 他像朝拜一样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入审地观察每一个细节 这才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请 丁先生 可以打开听听吗 可以 想听你的 好 那就听第一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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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充满了整个空间 我感觉灵魂再一次被电流击中 这正是我苦苦寻找的那种声音 那么真切 动人 又是那么纯净 柔润 坚实 宽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主席 欧槿 东方烧音响好像离这儿不算太远 有时间您过去玩一下 好好好 另外您那个木特的小提琴能否让我听几天 可以 我很快给您还回来 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就告辞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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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叶小姐 叶小明告诉我 丁元英已经困难到 必须变卖长篇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 既有东道主对客人关照不够的歉疚 又有一股窝在心里的灵敏火 真的快运过去了 丁先生 那天是我不礼貌 请你原谅 这些天我一直在忙音响的事情 房子还没有顾得上找 对不起 没关系啊 我这样挺好 我订了一套 用月圣旗舰套件和斯雷克公放配置的音响 是临摹你这套的思路 你看这个配置行吗 月圣是中国Hifi音响的第一品牌 它的旗舰单元素质就更高了 斯雷克也是一个很权威的品牌 在发烧友当中有劳斯莱斯一品 我在杂志上从没见过发烧友的劳斯莱斯这一说法 倒是经常看到穷人的劳斯莱斯这一提法 丁先生不必规避什么 你越绕圈子就越提醒我是穷人 除了音箱 我还想照你这台机柜的款式做个机柜 这些都少不了来打扰你 如果不介意的话哪天我带他们过来看看 可以啊 我这儿还有当时的图纸和数据 都在我的电脑里 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个参考 这些你还留着 那太好了 就这点事啊 哈哈 丁先生我先把张盘送到音响店去 哦好 丁先生 哎丁晓妮 哎呀丁晓妮啊 哎呦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不坐了 这瓷盘你先可以看一看 有问题可以问丁先生啊 哎呀 谢谢丁先生啊 哈哈 以后免不了还会去打扰你妈里呢 本来我是想晚上给您还张片去的 哦 您既然来了就给带回去吧 好啊 时间来来来唱片啊 哈哈 啊 这张唱片可真好啊 还可以 还可以 那就是不怎么可以了 没有别的事 我们先走了 别走别走别走 怎么了 这唱片是你的 可这曲子可演奏可不是你 你谦虚什么呀 木特是卡拉扬的得意弟子 你知道不知道 你说 你说这张唱片哪不好啊 是撒了撒的的曲子写的不好 还是木特的小弟秦拉的不好 你这不是较劲吗 您不知道他可喜欢木特了 木特拉的流浪者之歌啊 他听着都流泪了 还专门到北京去看他演出呢 你们走吧 别管他 这发烧友就这臭德行 哎呀你别说话你别说 你别走别走别走 你这个人啊 不要说半句留半句的 你这不是成心让我睡不着觉吗 好不好 你今天得说清楚了 你要说不清楚你就走 别怪我看不起你 你说我们俩谁成心 那你有理说理呀 我个人认为 木特的流浪者之歌 还不足以灌一个好字 为什么 你看啊 同样一首曲子 我们以木特和弗雷德里曼的小提琴来做比较 木特 木特诠释的是 悲伤 悲凉 悲泣 布雷德里曼 他诠释的是 悲愤 悲壮 悲壮 不一样 木特他多了一些 宫廷贵妇的哀怨 少了一些吉普赛人流浪不去的精神 海菲茨 当然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 但是就这首曲子来说 我觉得他的诠释也不一定是最高境界 可能是因为他注意技巧上的严谨 反而染上了一丝酱气 少了一点前程 所以就这三个人演奏的同一首曲子来比较 我觉得木特是心到手不道 海菲茨是手到心不到 只有弗雷德里曼 那是叫手到心到 你刚才说木特是缺了点东西 可怎么又说他是心到手没到呢 心是什么 心是愿望 神是静静 那是文化乐语和天赋的秘密 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木特太想演奏好了 但是他的性格底色是上帝给他涂上去的 只要他不能超越上帝 那他这个性格底色的纸粉器就抹不去 木特的手 是一双女人的手 真符合 我一定把这几个版本都买来 好好听听 好好好 那我们告辞了 好好好 这位大哥 还有事吗 那个 今天能认识你 我觉得咱们是有缘 我姓冯叫冯世杰 今天晚上 我想请你吃顿饭 无论如何 给个面子吧 你要是忙啊 你先去忙 我就在这儿等你 对不起 我们现在就是去吃饭了 丁先生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咱们一起吃吧 我不介意 我这店呢 我离不开 我就不去了 从这一天起 我就和丁元英 还有古城的这几个发烧友 打上了解不开的结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这是续意的 而且不是一个人的主意 是冲着丁元英来的 令我不得其解的是 冲着他上 那边请吧 冯先生请吧 来 请进吧 请吧 冯先生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丁元英丁先生 这位是冯世杰 这位是欧阳雪哲的老板 这位是我同事刘江 是古城公安局宣传干事 来来来 坐下聊吧 来 坐吧 今天有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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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喝酒 那我就以茶代酒了 丁先生 我先敬你一杯 喝了这一杯 有什么不愉快 都过去了 丁先生 您看您来古城都一年了 我也没去看看您 失礼了 我敬您一杯 全堂人道歉了 我这人不会说话呢 我也敬你一杯 都在酒里了 丁先生啊 我们三人也敬你一杯 我先来 好 谢谢 丁先生 我也敬你一杯 哈哈哈 那你也不杀我那一杯 來 哎大家吃菜吧 其實咱們早就認識 那天陽光幼兒園解救人質 我是當時現場報到的攝像 那個時候 就見你化妝從幼兒園腳尸進去了 不一會就聽啵啵兩聲槍去 也不知道是他把你打死了還是你把他打死了 現在說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可當時的情況是真緊張啊 可惜後來播出的時候 給你加了馬賽克 社會上都不知道那個人就是你 哈哈哈哈我知道你 我們包上的那個記者徐海濤 他採訪過你呢 結果呀碰了一鼻子灰 他還罵他擺架了 原來那人是你呀 我們不談這個了 吃吃吃吧 趕緊吃 要不要吃 咱們天天見面 其實說話定得多 我一直覺得 你是個謎 這可不是酸啊 是真不懂 我就不明白 你既然有德國拘留 為什麼不在德國發展 刑警隊可不是爛魚充數的地方 趕這行有什麼好 一窮二苦三危險 你們聽聽 這哪像公安局宣傳概念什麼 輪番敬酒 六兩下肚 他已經喝多了 醉倒 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真是酒了 喝得有點沉悶 咱們也附庸風下一回 飲酒做師 祝這酒幸 說不上來可就罰酒一杯啊 其實施不施來 也無所謂 什麼歪施打油施順口溜啊 都行 這招真禁止 也夠損的 丁元英是個商人 況且已經醉了八分 這仇是出定了 連逢世傑都看明白了 冬家不讓丁元英喝好 是不會罷休的 今天是大家抬舉我 我呢 每人再回敬一杯 表示感謝 只是喝完這六杯 就讓我走 別讓我在這倒下 好歹留塊布片 讓我遮著修 那怎麼行啊丁先生 您這一走 這酒還怎麼喝呀 掃了大家的興 那就獻醜了 自嘲 本是後山人 偶坐前堂課 醉武金閣半卷書 坐井說天 一二 拿紙 拿筆嘞 大智系功名 海陡涼不 浩子 活生生一副 瓊酸殊胜的新台圖 意境很高 我學的臉上一陣陣發熱 大有無地自容質感 一種尷尬的氣氛 在空氣中悄悄蔓延 報告 丁先生 短時間施力 有緣相見 告辭 血赔了 血赔了 你先下去吧 约瑶姐 我们也该回去了 等一下 红瑶这是怎么了 这么咄咄逼人 把饭前赴了吧 你先怪 我只剩下静观其变 我只剩下来 涨了 两千 又涨了 三千 老板 你过分了吧 丁先生 明说了吧 我就是想丢难你 你真要是走也没人拦着 但是你得落个吃饭不给钱的名 就是让我从狗洞里爬出去 也得先扒个口子吧 那好 给我说句好听的你就能走 一去就行 什么算好听的 女人还听什么还用我教吗 一句话就能当饭吃 不难为你 这件事跟冯先生没关系 你可以让他走了 何必呢 女人都让你扯得一丝不挂了 你一个大男人矜持什么呀 发点财 爱听吗 爱听 可财在哪呢 你按我说的去买一只指定的股票 明年我跟你指定的时间抛 如果挣不到一倍以上的钱 我还欠你一顿饭钱 至于挣多少 就在你的本钱 我这小门小户的没几个钱 杂国卖铁能拿五十万吧 可是赔不起的 我那儿可能也就是那套音响 值几个钱 就值二十万吧 按行规只需要百分之十的担保 二十万担保百分之四十 你没有风险 我们这小门小户的 还是过日子要紧 玩不起你那种音响 你要真是脆口唾沫砸个坑的话 就来点真的 拿二十万现金担保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我可以打击的 打击的 我把卡汤推到奥尔淼 我可以打击了 有钱 им来打击 你不想打击 这才是有啊 就是那什么 那我可以打击 我这才是一个你 是个社医生 我 ikke会打击 你还好 我可以打击 你还好 去上港来得看 那我 我先走了啊 小丹 你不会是拿饭店的股份担保吧 如果你同意 可以用股份担保 我不同意 五天之内我把钱给你 不需要你的印象抵押 准确地说是不敢侮辱你 至于你们之间是戏言 还是脆口唾沫 砸个坑 那是你们的事了 丁先生 我二十天之内筹起五十万 至于说是不是戏言 那也就是你的事 你交易前我会告诉你是买哪只股票 但是这里边有个道上的规矩 你需要承诺保密 我承诺 好 那现在我可以走了 丁先生 今天得罪了 我和小丹先把你送回去 让我改日再白走谢罪 好 谢谢你 好 刘布 谢谢 走吧 莫洋 莫洋 你今天 怎么了 过分了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今后 我怎么向雅文交代啊 我就见不得好汉 被女人摁定了头 你先回答我吧 你到哪儿去借这二十万 五天时间 是房产抵押来得及 还是从国外汇款来得及 你去找我办法 我知道您打的就是这主意 这么多年 你碰到多难的事 都没想过找他 今天为一个男人 就低头了 二十万呢 你说 什么事啊 让你这么不理智 什么人让你这么不许后果呀 我从小就被人欺负 长这么大了 我欺负过谁呀 我跟他无缘无仇 我干嘛要欺负他 我就是要看看 你有多在乎他 也要看看他是不是在乎你呀 你从他喝完第六杯酒以后开始 就那种眼神看着他 我从来没见您的面 你恋爱了 我 爱了 你还没来得及去想能不能爱 值不值得爱就已经爱上了 说明你控制不住自己 既然是控制不住 那就爱呗 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主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要不是你用那种眼神逼着他 他才不会跟咱们一般见识 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这个人 拿不住 将来吃亏的是你呀 你今天失态了 那女人得让男人追求 你怎么着也得顾他女人的面子吧 那是清高的女人 我本来就没清高跟着凑什么热闹 至于 拿住拿不住 能拿住的 不用拿 拿不住的不能拿 拿什么呀 爱就是了 给我说句好听的你就能走 你按我说的去买一只指定的股票 明年我跟你指定的时间PO 如果挣不到一倍以上的钱 我还欠你一顿番茄 你要真是脆口唾沫砸个坑的话 就来点真的 拿二十万现金担保 二十万我给他 办法去借这二十万 五天时间 是房产抵押来得及 还是从国外汇款来得及 去找我办法 你恋爱了 我又不上去了 我得先给我爸打一电话 再替明天机票 好早点把钱拿回来 你说这个事 能当真吗 要是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他买了多少 你非得等那二十万赔光了才逃吗 他来古城之前是做私募基金 雅文说 他的私募基金入会门槛 就是每顾三千万 去年他操作两个多亿 成立将近两个亿 卖唱片的事 不能说明别的 只能说明他遇到了什么坎 就凭他宁肯卖唱片 都没有向人伸过手 可今天拿起了电话 即便他是骗子 我也负气 他是这么个人物 那怎么以前没听你说去过呢 这跟咱们有关系吗 好了不走了 拜拜 你这一个眼神 直接了 你这有木特海菲兹和弗雷德里曼演奏的 流浪主持歌吗 如果有的话 我会要一张 你要引进版的还是原装进口的 引进版的我这有限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引进版的二十块钱一张 原装进口的一百多块钱一张 啊价钱不一样 音质也不一样 区别大 我要原装进口的 那我这没现货 如果你诚心想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找 但你交五十块钱的定金 在你这买 比外文书店呢 要便宜多少钱 外文书店买 这三张唱片 少了四百五十块钱比想拿走 我这一百块钱一张 不还价子 我这一百块钱 今天收好了 过几天来看看 要是没有货的话 我再把丁丁还给你 经常过来啊 请稍等一下 老板 是没有货带的 哎你看看 是不是这三张 老板 这不是新唱片 这唱片上面有 私人收藏印章 而且 外包装纸也是手工的 新唱片都卖这个价吗 哦 这是别人收藏的 保存的都挺好 新唱片一百五块钱 我这才卖一百块钱 你把有原因印章的 都拿出来我看看 哦 来 还有吗 没有了都在这的 你自己挑吧 这些是三十八张再加上 这三张一共是四十一张 谁要了 谁要了 好我帮你装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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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一次性买这么多 我得给你个优惠价 三千八百块钱吧 烧油买的都是八十元一张 那我一次给你收底了 你开个能成交的价 你拿就三千一吧 花七十五块钱一张 不能再少了 一千千零五十元 你加上那一天的 押金 对 押金 对对对 对对对 过几天你再来看看 我这儿还有很多 好 走了 好 回见啊 回见 经常过来啊 我 我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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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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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作为债权人 要了解债务人的情况 应该得到尊重的权利 这是你在孤岛唱片店 编卖的唱片 现有的我都收回来了 以后你要再买唱片 直接卖给我好了 这是一万元的预付款 你卖给刘斌多少钱一张 五十还是六十 我出一百 别说竞争不公平 房子租好了 已经交了一年的租金 搬家公司四点钟来搬家 我也约好了房东 过来交接房子 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刘小姐 我还没有装腔做事到 可以无事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个东西 天之地之 不会有结果 什么不会有结果 即便是呼之欲出 你也讲不出 因为一说就错 这就像法律 不能单纯以推理来定罪 得允许它在可能和事实之间 存需一个演变的过程 这里有个休息的人 把娘的死不死了 是这里 来了 好